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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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奇葩的东北妹子 随着大家对她的关注度上升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在日本拍片的东北妹子 不但风趣幽默 性子直爽 最重要的是她还很爱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陈美慧操这一嘴东北话 骂日本大叔的桥段是导演特意安排的 导演当时是这么说的 等下男友摸你的时候 你就用中文骂他 骂死变态 然后说这在中国是要被判死刑的 当时陈美慧就觉得不对劲 哪有国家会这么轻易地判人死刑 这不是在抹黑中国的刑法吗 于是正式拍摄的时候 陈美慧灵机一动改了一下词 反正日本人也听不懂 那说啥不是随他的变吗 就这样明场面诞生了 而这部片子正式上线后 骂戏的日语字幕还保留着导演组的坏心思 这一波爱国操作 着实给陈美慧涨了一波粉 他的推特粉丝数也迅速飙升到11万多 这对陈美慧这种没几部作品的老师来说 不就是一笔飞来横财吗 可就在陈美慧以为自己的成人电影事业 能够走向新高峰的时候 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没有人想拍你了 这是制片公司 在陈美慧在中国窜红之后告诉他的 想来也是 陈美慧的外貌并不算出色 身材也不够火辣 还留着一撮带杆的夜毛 对于猫爷这种月片无数的人来说 估计也不愿意点开 而且说实在的 陈美慧在小电影里的演技实在太烂 丝毫让人提不起兴致 这也怪不得市场不买账了 没片子可拍的陈美慧开始犯难了 要知道 自从他15岁离家出走 在日本街头站街那一刻开始 他就再也没干过什么正经工作 当然 陈美慧也不是没想过找一份正经的工作谋生 但是 由于只有初中文化 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岗位 也只能是实行1000日元的便利店店员 这点钱根本无法满足他的日常生活 以及房租开销 如今片场失忆 不得已 他只能继续开始了自己的皮肉生意 至少这份收入还能勉强养活自己 据他自己所说 如果客人是七八十岁的老头子 那还算轻松 毕竟老头子也不行 随便哄两下就满足了 但是在风俗店上班 来这里的大多还是日本的猥琐大叔 净利可比老头们旺盛的多 最主要的是 他们付的钱会被店家拿走大部分 留给自己的钱并没有多少 并且店里排班紧密 十分缺人手 有时候甚至要他一天接七八回课 生活总是喜欢捉弄人 长期的肉体工作 让陈美慧染上了梅毒 为此 他不得不停下工作 开始治疗 收入来源中断 房租却依旧照付 这让他的经济条件 一下子陷入了困窘之中 精神也逐渐走到了崩溃边缘 常常发布一些厌世推文 不过对于陈美慧来说 唯一的好消息 大概就是 他的治疗很顺利 目前已经能够正常 开始在上班了 仔细琢磨陈美慧 最近几年的人生轨迹 从在国内突然窜红 粉丝飞涨 到如今染上梅毒 未生计发愁 他的遭遇令人唏嘘 不过让人觉得困惑的是 出卖身体 虽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行当 但是赚的钱 应该也不少吧 陈美慧为啥会落得 今天这个下场呢 之前拍片的时候 作为外国人的陈美慧 拍的就是最高薪资档位的单体片 一部片就能挣上 二十万到五十万日元不等 后来重返就业 开始做肉体生意 每一个客人的单价 也在一万五千日元到两万日元 抛开风俗店抽成 陈美慧的出台价 每单也能拿到将近一万日元 这样的薪资水平 虽然不比大众印象中的 卖身赚得多 但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怎么会沦落到 未生计发愁的地步 其实这和她的两大爱好脱不了干系 陈美慧的第一个爱好 就是去日本的女仆店里享受服务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 一个风尘女 居然喜欢去面向男性客户的女仆店 但这其中也是有缘由的 在二十一年陈美慧刚活的时候 一位博主曾对她进行过简短的采访 在交谈中 陈美慧提起过 她曾有过一个日本男朋友 刚交往的时候 男生对她很好 两人间的甜蜜 也将她心中从事风俗行业的阴霾 冲淡了不少 结果没想到半年后 陈美慧的男朋友就出轨了 找了别的女人 这对十五岁离家出走一个人 在日本漂泊的她来说 打击很大 于是 陈美慧开始沉迷于 去日本的女仆咖啡店消费 但老司机们一定知道 这女仆店的消费 可并不便宜 拿日本秋夜园一家 普通的女仆咖啡店来算 每个小时的收费是1200日元 哪怕你什么都不点 这个钱也必须得交 据了解陈美慧的人说 她每次去都要在那里待上一天 每天的消费少说 也得有一万多两万日元 这消费水平 反正猫也是负担不起 这不 刚刚从梅独中康复 在风俗店开单的陈美慧 又拿着工资 迫不及待地前往女仆店消费了 看来这是真爱啊 不过除此之外 陈美慧还有另一个爱好 那就是薄青哥翻译成中文 就是弹珠机 薄青哥算是日本唯一的合法赌博途径了 由于大街小巷都有 随时随地都能开一把 所以很受大众欢迎 每年都能让不少日本人 赌得倾家荡产 血本无归 在陈美慧的推特评论区里 经常有粉丝劝她 不要再赌博了 可她却当作没看见一样 依旧在一台一台弹珠机上 挥霍着自己用肉体和青春换来的钱财 不过猫爷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 女仆店和薄青哥 其实是当时陈美慧唯一的精神寄托 从15岁离家出走开始 一个人在日本街头无依无靠 只能以出卖肉体为生 而这活一做就是十多年 这种完全失去自尊 把自己当作鱼肉任人宰割的工作 不仅麻木了陈美慧的下半身 还有她的灵魂 也许只有在女仆店里 被可爱的女仆妹妹们簇拥着的时候 在薄青里听到弹珠叮咚落地的时候 她才能获得一丝慰藉 感觉到自己真实地活着 可怕的是 越来越多的陈美慧开始出现在日本街头 日本NHK拍摄的纪录片 《女性的贫穷》便记录了这样的事实 据统计 日本风俗行业的女性从业者 已经达到30万之多 她们大多是无依无靠 窝居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一代 或出于家庭原因 或出于社会原因 她们失去了工作 没有了经济来源 为了赚快钱 不得不加入这行 然而 她们的生活 却没有因此得到改善 每三个人里 就有一个处于负资产的状态 80%的人 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可即便如此 风俗街旁的百经店里 却总是不缺少她们的身影 丢弃尊严 任人鱼肉的风俗娘们 迫切希望得到慰藉 而像薄青哥这种花钱 便能得到大量快感的软赌博 成为了她们的宣泄口 日本的封锁行业 就像是深渊 当无家可归的女子 望向她的时候 她也正对这些女性 虎视眈眈 前不久 陈美慧在推特上 连续发布了好几条推文 神啊 当初我如果死在国内多好 猫爷相信 这是陈美慧内心的真实写照 也是生活在日本的 30万陈美慧的痛苦缩影 但遗憾的是 对于已经一只脚 踏入沼泽的她们来说 已经没有退路可言 她们或许只能在黑暗中 不断挣扎 最后消失在这 深不见底的沼泽当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会如何评价 陈美慧这个可怜人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